南韩的地院大厂海力士 在大陆无息的工厂 昨天惊传了爆炸意外 看到画面当中 大火是延烧了好几个小时 导致全球地院都暂停报价了 全球最高的地院厂三星 昨天也立即通知客户重新溢价 模组厂金士顿 更是立即调高了大陆的报价 联者就估计受到波及的产能 将会超过10万片 而且会横跨地院跟Netflix 所以今天势必会引爆 自一体价格新一波的攻势 南韩D-RAM大厂海力士 为在大陆江苏无息的D-RAM厂 四号发生爆炸 由于火势猛烈 农业密布 估计受创严重 牵动全球D-RAM供应 由于海力士在全球D-RAM市占率 大约24.7% 无息厂又占了海力士 一半以上的产能 相当于全球D-RAM供应量的 12%到15% 加上目前个人电脑 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 竞相推出新机强势 断期D-RAM供需失衡 备货潮将再现 四号D-RAM现货架 爆价在最后一小时大涨10% 全球D-RAM第一大厂三星 立即通知客户重新溢价 而记忆体模组龙头金士顿 更传出立即调高 大陆地区的D-RAM爆价 国内记忆体模组业者 则是暂时停止爆价 近代海力士的官方消息 南科和美光目前也暂停爆价 停止接单 模组厂威刚接到讯息 也停止接单 并且动员采购全面扫货 透露出D-RAM供货 将陷入紧张的情况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